2011年12月7号这天 对于小永华一家人来说 是一个值得高兴的日子 因为就在这一天 小永华一家迎来了几位特殊的客人 这几位客人是特意从北京赶过来 接小永华去北京治病的 一大早小永华的外公外婆 就忙着给他收拾行李 外婆还特意给他穿上了 过年才能穿的新衣服 在小永华到达北京的当天 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的工作人员 就特意安排小永华和他的外公 到成龙拍电影的地方和成龙见面 成龙很怜惜患病的小永华 他还特意准备了礼物送给小永华 面对成龙性格内向的小永华显得有些紧张 一直沉默着不说话 成龙还是很喜欢这个来自遥远青海的小女孩 一直对他嘘寒问暖的 在现场成龙也呼吁有更多的热心人士 加入到公益事业的行列中来 帮助更多像小永华一样的贫困患病儿童 在12月14号的这天 小永华在北京武警总医院接受了手术治疗 手术很成功 没顾上到北京城四处转转 这外公和小永华就迫不及待的回到了西宁 第二天我们的记者也将祖孙俩送回了华龙县 得知小永华治好病要回家了 家里人都很高兴 早早起床准备迎接小永华回家 我们打电话问 听说他们都治好了 要回来我们很高兴 今天早上一直往外看 就看什么时候到 看到他这样能说能笑还能走 我们都很高兴 永华的外婆告诉记者 自从小永华去北京以后 他就没睡过一天安稳觉 心里一直很担心外孙女 如今看到外孙女健康地回家了 他终于放心了 在采访中小永华的话依旧不多 但是只要和家里人在一起 他就显得特别高兴 忙着给家里人讲他在北京治病的事情 小永华的外公告诉记者 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不仅为永华提供了两万块钱的手术费 就连他们祖孙俗俩在北京的生活开销 也是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提供的 清海生活频道为您报道